為自己學習最迷人 歡迎收看 麻瓜型不行 我是阿星 我是小星 一年一度善男性女 非常在意的節日又來了 你平常都怎麼過情人節啊 好像沒有怎麼過 因為沒什麼錢 沒有像你一樣 是不是 都花好多錢 我們沒有花很多錢 我們只是做我們該做的事情 不是嘛 我記得你都去一些很貴的飯店 不是不是不是 N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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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人節嘛 我們就是想要展現一點 一些浪漫跟一些心意 給自己的辦法對不對 有一個浪漫的鮮花 還有一些可口巧克力 有中嗎 這樣會中嗎 對 會中 我們在那是泰國 很好打吧 就在那裡講 我們今天呢 特別來到這裡 就是為了要做一個不平凡的巧克力 我們這次呢 選了我們PPA站上的一位甜點老師 叫做甜點藝術家 JoryVee老師的一個 巧克力泡芙的一款甜點 要來做給示範給大家看 讓這個情人節呢 可以浪漫一點 先看一下老師怎麼做 好 牛奶 鹽巴 細砂糖 還有常溫奶油 先加熱煮滾 應該可以等一下再開火吧 開火 好 這是鹽巴 然後 好 我看一下下一步 交給你們好不好 融奶油好流氓 欸 滾了 這就是 叫我滾是不是 對 叫我滾 別用無聊 要把足滾的這些東東 夾到已經過篩好的麵粉 好 那我們麵團下來了之後呢 就要把它混在一起 然後用中火的方式去拌炒它 對 好差喔 嗯 什麼意思 差不多了 腳打的時候已經是降到50度的溫度 那我現在把麵團也過去囉 邊攪拌邊加蛋 對 而且要慢慢夾喔 夾一點點 我們就要少量多次慢慢夾 建議大家要用撐一點盤子 放好像有點容易分進去 我要拌到滑順 然後 滑順 拿起來的時候有倒三角 倒三角嗎 因為老師的是扁 老師是扁 這真的是完全模擬 新手小白在家裡做泡芙的時候 怎麼樣你覺得這樣 這樣有嗎 比較明顯的三角形 辦得差不多之後呢 就可以來做泡芙了 老師有說用四公分的模具 用上面那個圈圈蓋蓋蓋 然後有一些間隔去取 泡芙的距離 但因為我們沒有模具 所以 我們就取家裡常見的瓶蓋 對 因為主要是要稍微 那個形狀 做記號 你現在把片盤裝上去 我要帶你 我沒有裝過耶 花嘴是先塞裡面 對 對 你就不要 它會跑出來耶 但是我擠起來怎麼好像 還放屁 好不遠喔怎麼辦 我覺得我擠出來跟老師的差很多耶 欸欸欸欸欸我覺得你很有樣子 這趴就交給你了 有有有 有沒有收門 會敲一根起來耶怎麼辦 我們好像 我們好像 我們好像太 太扭了喔 然後這時候啊 就可以先去預熱烤箱 大概要250度 然後去預熱烤箱 交給你 好擠完以後咧 我們就是要撒上珍珠糖 不過我們有跟老師確認 如果大家家裡沒有珍珠糖的話 也可以用杏仁腳代替 因為杏仁腳比較 容易買到小包裝啦 珍珠糖 我們在烘焙館看都 一買一買一買 一巨大包 用這個好像是裝飾 然後煎口感 這個東西是為了增加魔衝 剛剛是不是驅膜嗎 小三退散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吧 可以 烤箱呢就是250度 先預熱好 然後進去用余溫烤箱 所以它這個到時候會 正常來說會長大 對正常來說 我覺得它是余溫先烘烤 15到20分鐘之後 再用160度烤20分鐘 所以總共要烤40分鐘 我覺得這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食譜會創造出來 真的是一些很厲害的事情 對啊 他們到底不知道要烤多久 現在來做杏仁蒸果醬 蒸果 還有我們的杏仁要先烤過 用150度烤15分鐘 所以它是混合在一起 對它最後其實都會打爛爛的樣子 所以不管它 蒸果烤完15分鐘以後咧 我們就改來煮焦糖 焦糖真的很困難 因為真的很容易會煮熟的 對有時候有建議要少量多次 中小火 接下來就是等它 不過煮焦糖的溫度很高 但它煮的時候要小心 接下來就是把它們都溶掉 然後才可以煮飯它 焦糖完成 沒錯 我們接下來要把它淋到這個上面 哇醜耶 大型的翻車現場 你去切那個香草是不是 好 香草很貴喔 你不要搶著要填鋼筋自己 就是要給你壓力啊 你以為 好 那放涼以後啊 我們就把它弄碎 喔 可以了可以了 好驚人喔 不動 好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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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現在我們蒸果醬已經打好了 就是要到這樣子的膏狀的狀態 那現在我們就會先把它放在一旁靜置 然後做下一個卡式打 我們把牛奶加進去鍋子裡 相當有技術的一個 哈哈哈哈 開火啦 他在那邊說話 牛奶裡面有蛋奶質 所以建議加一些砂糖 比較不會煮焦 然後還要再加入我們的香草籽 那等牛奶煮滾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可以先來鋪麵的部分 把山草加進去 然後可以把它拌拌 然後你沒有來 然後還有玉米粉喔 這個要快先加一點點進去 把它拌好 然後它再加回來 先拌好 不能再 不能再拍攝線條唱歌 可以唱 自己唱歌 就這樣好聽 我拌勻就可以 揪進來了 好 你這樣子現在會攪這個 對 妳要攪下去 有啊 我攪 我只是沒有讓它很大聲 他只是沒有攪下去 嗯 就有 沒有 有 因為老師其實有在這段 一直去強調說要趕快 因為他可能只要 你一停下來 他就開始接款 接下來呢 就是把它倒下去 讓它冷卻 可以了 老師說馬上隔絕空氣 喔 對不起 好像會很燙欸 你一個職人怕怎麼燙 我覺得很燙 你還把這個黏起來呢 這就是剛剛我們做的卡斯塔醬 不過大家可以注意 就是我們這一次做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 沒有注意好的 對 然後大家小心 就不要讓空氣這樣跑進去 其實仔細看的話 會看到上面有些氣泡 好 那我們就是把它送進去 冷藏冷凍 讓它快一點冷卻 那我們要趕快進行到下一個步驟 好 那現在呢 我們的蒸果醬 跟卡斯塔醬的完成呢 剛剛也冷凍冷藏過了 冷藏的時候我發現 就是它溫度其實很高 如果大家趕時間的話 或是不想要等它太久 可以直接進冷凍 10到15分鐘 它速度會比較快 那現在把它拿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是要把它變回 原本的那樣子的膏狀 對 要做合體 我先去禮拜 然後另外把剛剛那個 蒸果醬 跟奶油混在一起 打鹽 回覆到原本的膏狀的狀態之後 我們就要把巧克力夾進去 然後我這邊呢 就會同步處理 先把這個奶油 跟整個價格打發 我媽其實很會做菜 因為很會做甜 做甜的 做甜的 變成母親節特質 這可以放到菌子劑裡面 要嗎 你直接把那一隻出來 它可以換頭 兩邊打好以後啊 就要混合 再繼續打 我們做出了一大盆 堅果巧克力醬 照老師的食譜的那個做法來看 它應該要更像 慕斯狀 偏像奶油的那種感覺 可是好像沒有被打發起來 我們做出了 還算不錯的 泡芙成品 但是它的內餡變成 就是口感可能會比較濕啦 對 小幫手先幫我們把 泡芙切好了 然後老師有說 如果裡面那個洞不夠大 可以自己用手壓它 是不是很濕 各位 真的很濕 有點像放了一個醬在上面 好啦正常來說 它應該要是長高的 好那我們這樣 我們一顆一顆把它填滿 經過了一個下午的這個製作過程呢 我們還是大致上 八成把這個東西做完了 到底好不好吃 我們還沒測試過 我們現在來看看 進入試吃環節 說不定很好吃啊 我覺得醬是好吃的耶 雖然說 泡芙看起來是比較好的 但好像醬比較好吃 對啊 好像翻車的是泡芙 也沒有翻車 因為我覺得泡芙是因為忍掉了 有可能 可能是因為泡芙忍掉 它如果是熱呼呼的再加那個醬 應該就會很好吃 絕對不是因為是我們做的 所以我們一直說很好吃 對我們沒有要就是 好不好自賣自誇的樣子 我想我們這次的麻瓜行不行呢 我們就是 還行 還行 好不好 如果大家喜歡Jeffrey老師的課 一樣可以到我們PVA的網站上面去 搜尋老師的課程 那如果喜歡我們這支影片的話呢 也歡迎按讚訂閱分享加按小鈴鐺 那我們這次的麻瓜行不行就到這裡結束囉 拜拜 我們下次見